哈喽,大家好,我是四季 欢迎来到第二弹的发掘日本神器小物 那这次又给大家带来哪些神器好玩的小物呢 有兴趣的赶快跟着我看下去 首先呢,我的耳朵很痒 我想给它来个彻底的清洁 所以先推荐这一款吧 因为我非常的想用它 耳洗洁耳朵清洁护理液 就是会让耳朵非常的舒服 它打开以后它里面会附赠年轻 这个就是它的本体了 哦,还挺小贯的 有20毫升这样子 我们赶快塞进耳朵里面试一下 它的瓶口这里有一个孔 是专门用来塞棉签的 所以会做得比较大 我们把棉签这样子塞进去 沾一点它这个清洁液 嗯,味道是分油精的味道 还挺香的 我挺喜欢分油精的味道 就比较清爽 我们来它耳朵 好冰凉哦 因为它这个包装上面有一些是冰凉感的 所以它这个液体会非常的凉爽 确实挺舒服的耶 这是套出来的棉签 说明我的耳朵还算比较干净是不是啊 没有什么东西耶 哎呦 第一次在镜头面前入套耳时给大家看 而且它这个凉爽度是会一直残留的 我左边耳朵掏完以后 现在都还是冰凉凉的感觉 那这个耳朵的清洁液我也是没有见过 所以今天也把它列入神器小物的列表里面 妈呀,我的耳朵现在要凉到爆了 太凉了 接下来呢是这款 它呢是一款懒人洗澡精 牌子就是那款非常出名的懒人面膜 Sabor Nino 这个牌子他们家就专门出那些快速便捷的产品 就非常适合懒人没有时间的那种 它就是可以拿来洗澡用的 你运动完以后啊 或者你参加party熬夜通宵隔天以后 或者去一些郊外活动 露营啊,军训啊 就是洗澡条件不是非常好的地方 非常适合背包他犬 身体和脸上全身都可以用的 也是像那种抽筋式的 这里可以撕开 然后从这里抽取 它的尺寸好大呀 超香的哦 但是又是那种很清爽的柑橘味 嗯,香 因为它是洗澡精嘛 所以难怪会做得这么大 就可以这样子擦身上啊 或者你在外部方面洗澡的时候 擦脸上可以卸妆 擦全身可以清洁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保湿的效果 我觉得应该擦了以后就等它干吧 就不用用水冲了 因为不方便洗澡的时候 应该连水都没有吧 所以干掉以后它就会变得滑滑的 但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挺方便的 夏天的时候就要背包在身上 在外面随时随地都不怕全身油粘了 接着咧还是一款Saborino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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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之前有推荐 树干的吸水毛巾 还有树干的吸水头树 那这一次呢我又发现一个比它们更厉害的东西 就是它 Saborino的夏季限定树干喷雾 那这个我觉得比之前说到的那些东西会都更好用一点 因为它用起来更方便 然后头发干的速度会更快 我自己的使用感是它有喷到的地方 在20秒之内确实会被吹干 但是如果没有均匀喷到的话 有些地方就没有那个效果了 所以你喷的时候一定要拳头头顶到发尾 都均匀的喷上 这样子呢你电风吹吹的时候它才会非常快速的干 那我自己是头发长度到肩膀这里吧 然后拳头喷上的话差不多3分钟以内就能吹干 这对我来说还是非常快的 所以我觉得它是长头发女生的救星 特别是那种发质非常厚重的 在夏天你可能吹头发都是个灾难吧 要吹个十几二十分钟甚至半小时 而且吹完你满身大汗 或者是你上班族 每天早上满成狗啊 所以就没有那个时间花在吹干头发的上面 它就能很快速的解决那个问题 那它这个虽然是碰露嘛 但是里面含了各种精华油 所以是不会伤头发的 反而还会保湿和修复头发 就非常推荐这款 但是它唯一的缺点就是限定 可能只有今年夏天买得到吧 到了秋冬以后可能就买不到 接下来是这款小林智药的衣服应急去 五十斤 应该很多人也会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你出门吃饭啊 或者你化妆的时候 掉一些菜渣啊 或者汤啊 从此那件衣服就毁了 怎么洗也洗不干净 那这款就是用来你当下紧急处理这些问题 那我们干净不要废话 拆开看一下它的效果 那我现在特地拿一件纯白色的T恤来 如果这个测试不成功的话 这件衣服就毁了 已经准备好这么大的牺牲了 我们直接开始 那首先你需要有一瓶酱油 准备好应急湿筋 酱油味好浓啊 哇哇 啊 嗯 这个衣服它是防水的吗 为什么液体会像这样子 好了 现在是已经让酱油吸收到衣服的棉质上面 首先是先按压住 把酱油给吸走 吸走以后再来回的擦拭 妈 我怎么感觉擦不掉啊 这个酱油太强力了吧 这是我的衣服呀 还能弄下来吗 好啦 事实证明它还是可以擦掉的 给你们看一下效果 就是可能不会再像原本那么纯白就是了 会留下一点点泛黄的颜色 就是根据你污渍的颜色深度吧 如果像酱油这样非常深的话 它可能会有点残留 灾害情况比较轻的话 就可以还原到这种纯白色 那我觉得这款产品是有惊无险的啦 当下能不能紧急救到你的衣服 就要看你怎么努力了 接下来这一款呢 虽然说现在是夏末 但是我觉得国内还是有很多地方非常热的 对不对 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用到这一款 日本MOC水果身体淋入冰淇淋 那为什么会叫它冰淇淋呢 因为这个我是从冷冻裤里面刚取出来的 你们看到它的冰冻状态 那可以放到冰箱里面的身体乳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真的很冰啊 我打在手上说了这么久 因为一般的护肤品 你放在冷藏裤里面 它就会变成冷冻状的冰块了 但是这款呢 我是放了有24小时以上吧 它的质地还是这样子 软的就没有被冻住 我们看到这上面是零下18度 就非常适合现在还很炎热的地方 你就冰个晚上 然后出门之前啊 或者回家之后 涂在身上以后来降温 就非常的爽 哥 好冰啊 涂抹开以后也都很凉快 但是不管怎么冰 液体都还是软的 就很像那种碎碎冰 但是涂出来以后是嫩滑的 而且味道是葡萄又香味 非常的清爽 那这个可以放到冷冻库的身体乳 我觉得挺好玩的 所以它也列在今天的列表之类 最后一样呢 是这个 冬班超能清洁去污皂 那刚才说到小林这个应急湿巾 它是用来在没有水的情况下来清洁使用的 但是这块肥皂呢 它就是在你平时洗衣服的时候可以用 针对那些衬衫领子啊 然后袖口 穿多了就会有汗和油漬附在上面 怎么洗也洗不掉 那它就是针对这种顽固物质 那我们接下来还是要试验一下 我现在长经验了 不用衣服 我们用毛巾 我就直接涂一个口 我们在下面好了 因为我们女生经常会化妆品弄到衣服上嘛 对不对 把它涂浓 把它涂浓 这是什么鬼 我的口红为什么就这么断掉了 算了 反正这一只口红味是几乎废致在那里了 继续把它涂的浓一点 好了这条是沾上化妆品物质的毛巾 接着我们看一下这个肥皂的效果 就是普通的肥皂味 有点像我以前小时候用到的标牌 或者立白 然后这里是一碗水 我们把毛巾打湿 接着脸肥皂在上面蹭一下 现在目测是挺有效的 口红确实是已经掉了 就已经变成很淡的颜色 我现在在桌子上面不好操作 所以我们移步到洗面台那边 好啦这条毛巾已经洗完了 就基本是回到了原始的纯白状态 但就是呢中间这里应该可以看到 会有一点泛红色 就是我觉得可以再仔细的洗一遍的话 应该会去到 好啦这个就是东班的超能清洁造的测瓶 那它的效果我觉得可以再观望一段时间 目前我是觉得还不错啦 下次我拿去洗一些衬衫的领口和袖口 看一下它去除那些长期的顽固物质的效果会怎么样 好啦以上就是第二单的发掘日系神器小物 不知道你们种草的哪一样呢 那喜欢这支视频记得多帮我点赞和转发 这样子我才有动力继续发掘下去哦 那我们下支视频见咯 拜拜